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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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要入住的饭店是OA Hotel 这个OA不是五月天的OA啦 是乌石港的乌OA 那我们现在就去check in吧 虽然我们不会冲浪 但纯看海也很棒 我们这次入住的房型是海海人生载615 价位是4350 据说在房间就可以看到海哦 补充说明一下 为了减少环境的污染啊 还有饭环境 房间里面是没有提供牙刷的哦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下来这边自取哦 现在要去开箱我们的房间咯 GoGo 哇一进门从房间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海景耶 而且我们这一条啊是还可以看到那个港口的 所以这边晚上如果开灯的时候会蛮漂亮的 你如果纯粹灭海的话晚上可能会很黑 好那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房间 这个房间很特别一目了然 然后我觉得最妙的是那个门一打开啊 这边竟然是洗手台耶 这是刷牙洗脸在这边哦 然后下面是它的吹风机 再来这边是浴室 它是领域跟厕所分开的 这边是领域间 蠻简单的一个浴室 这边是厕所 是免制马桶 mini bar的部分就是两瓶水 还有茶包跟咖啡 下面的小冰箱 空空 那我觉得很妙的是这个放行李的 通常都是在那个门一打开的地方 可是它这个在最里面 之所以也不影响啦 只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结构 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小阳台可以坐在外面 看风景 好那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出去吃晚餐吧 GoGo 哇饭店就有餐厅了 超适合懒惰的我 好方便啊 那这边的一夜时间呢 那是早上十一点半到晚上十一点 那最晚的点赞时间呢 是八点半 好 好 那我們點了什麼呢 我們點了一個瑪格麗特披薩 還有一個比管麵還沒上來 原本只點了這樣然後加兩杯飲料 後來走去櫃檯前發現有一個弟弟在吃薯條 覺得他的薯條看起來很好吃 所以你在點菜路上看到弟弟點了薯條 你也跟著點對不對 就像是我是那個收考卷的人 收到最後一刻發現我有聽沒寫 趕快自己在路上塗一塗 是這樣可以的嘛 那我們就開動囉 怎麼樣你覺得吃起來如何 我覺得吃起來還不錯 然後他的披薩我覺得蠻好吃的 然後就是你剛說這個 他的番茄酸度我覺得非常夠 沒錯你點對了 這個薯條真的蠻好吃的 就是很香 但是唯一比較我覺得 沒有符合我期待的這樣是飲料 就是不夠甜的 我們只要沒有糖就會覺得好像不是在喝飲料 我們好像螞蟻喔 然後這個焗烤我覺得蠻香的 然後海鮮味蠻重的 你覺得咧 我覺得都還蠻好吃的啊 不過那個瑪格麗特就是 有點超乎我想像的酸度 就是非常番茄很濃郁這樣子 然後鳳梨冰茶也是我喝到鳳梨那個 香香甜甜的味道 但是它居然沒有甜味 我也是有點小失望 因為我一定要喝糖的人 我以為想的鳳梨冰茶就是有一點 或是帶一點氣泡 然後有點甜度的感覺 喝起來就會有點像 無糖的鳳梨飲料 鳳梨風味水 我們這是嗜甜如命的人 沒有喝到很甜啦 但是要有一點糖才會有喝飲料的愉悅感 那這邊其實時間到了之後慢慢人潮就起來了 所以其實還蠻推薦大家可以來的啦 這邊也可以喝啤酒 我覺得最妙的是這邊還有星巴克 但是它不是那種大家想像中的那種一間星巴克在這裡 它是可以點到一些星巴克簡單的單品這樣 吃的好飽喔 那剛好來運動一下 這邊有很多有垃圾食耶 讓我們進去看看吧 走囉 好像很好玩 拍拖片 也會這麼有水 我們但是這樣,可以吃到辣椎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危險 我們這下方就是停車場 但是看遠一點的話 就是有一些碼頭的燈光啊 還有那邊遠方的建築物這樣 還算蠻美的 如果你純粹住靠海那邊可能就很黑 好啦 那今天的行程到這裡囉 大家晚安 早安 我們今天請一個大早來參加活動 那我們會做另外一集放在這邊 沒想到還有一機會來吃早餐 那我們就去吃早餐吧 簡單分享一下我們的住宿心得 我們剛剛吃完早餐了 早餐其實還不錯啦 它蠻有特色的 你如果吃中式的話裡面就是海鮮粥 因為就在海港旁邊嘛 所以吃海鮮粥就感覺很道地很新鮮這樣 那西式的話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大概吃了哪些東西 不過早餐的話真的是 雷的不是在於餐點 因為我們昨天入房的時候我們選擇自住入房 想說這樣比較快速不用等 結果因為我們是自住入房 我們就不會拿到餐券 但是他們早餐是要憑餐券進去不是憑房卡的 所以在入口出就有人問我們一次說我們的餐券呢 但我們進去的人又再問了一次說你們的餐券呢 然後送了西式早餐上來的時候又問了一次你的餐券呢 然後送中式早餐上來的時候再問了一次你的餐券呢 我總共被問了四次你的餐券 我沒有餐券不要再問我了 所以呢各位如果你比較怕麻煩的話 你就不要選擇自住入房 你還是去一般的櫃台去缺個硬 這樣子可能比較不會遇到後面的這些困擾啦 或是你就是早一點來用早餐 總之希望他們這個早餐的流程可以稍微改善一下 就是不管是餐券的部分啊還是他們的動線 好像都稍微有點混亂 大家不是很知道那個狀況這樣 但是撇除這一點呢我都還蠻喜歡這間飯店的 再來就是住宿的感覺其實蠻舒服的 像這邊的設計啊色調然後還有服務人員其實都非常的親切 而且在這裡還有店貓喔有兩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看到 我們很幸運昨天晚上下去的時候剛好兩隻都看到了 然後如果真的要再說還有一個小缺點的話 就是我覺得這邊的隔音也是普普啦 就是外面大家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都聽得到但是不影響我的睡眠 那如果說這個飯店適合誰來住呢 我覺得蠻推薦來烏死港衝浪的人還有三五好友 那我也看到蠻多家庭來的 就是爸爸媽帶小朋友可能等一下就去朋友挖沙啊幹嘛的 好都還不錯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掰掰 哇這種雨滴飄下來的感覺 有種在拍MV的感覺 你剛剛就是來拍MV的啊 對啊 我剛剛就是來拍MV的啊 再唱一次 露天停車場這裡 來吧 哪裡都是你的舞台 沒錯 這就是我家 歡迎大家來 歡迎大家來 來拍MV的 你拍MV的